大壁港警来到香港特区政府总部大楼之外 一名白衣男子双手反扣被压制在地 旁边还有包包以及一把水果刀 四号上午10点多这名17岁少年 持刀走进香港特区政府总部 当时直请的三名保安人员突然被袭击 少年先是攻击其中一位没有成功 再次向另一位不过随即被制服 也导致其中两名保安手脚受伤被送医检查 警方人员不敢大意甚至出动 拿着盾牌的军装警员以及反恐特勤队 根据港媒报道这名持刀男子才17岁 但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件 只有一张可疑传单 因此先将他以黑布盖头押回警署调查 自发地点在海赴天桥近政府总部的入口 平日早上繁忙时间 很多症状的员工都会经这个入口上班 当地政府强调将谴责有关暴力行为 也说警方会彻查事件 因为香港是法治社会 绝不容忍任何暴力行为 香港行政署已经指示保安人员提高警觉 直说之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 罕见的港亲攻击港府事件 也引起港媒格外关注 TVB人讯 陈建敏里面香港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